在東洋有好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是我們花菜的蝦皮 他說花菜蝦皮 那個蚊蝦是不是我們一般俗稱的蝦 但是中文名稱是不是叫黑腐病 他想要問老師一下 這個蝦 就是說它不一定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它蝦子燒乾了 我們就說蝦而已 這個東西就已經有蝦了 這是說有一個這個 這個糖還是什麼樣 它就我們就說蝦子 就是說它蝦子燒乾了 它臭大臭大這種的 都蝦子 比如說像我們 中文也叫蝦子 叫小綠月蟬 屬到這個蝦子臭大臭大 我們也說這個蝦子蝦子 這就是蝦子 就是小綠月蟬 那也叫做蝦子 那蝦子蝦子 水中 那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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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它有可能是什麼蝦子蝦子蝦子 它也有可能是什麼 它也有可能是這個蝦化蟻蟲 這種 這個 不是蝦化蟻蟲 是這個 我們叫做蝦飛斯 這種蝦子 這種蝦子蝦子 它也說那蝦子蝦子蝦子 那蝦子蝦子蝦子 所以這蝦子是在形容它的一個病徵 但是不是一種蝦子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我們習慣在說的一個 因為這個以前蝦子蝦子 那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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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 最主要都是在这个月圆 效应的这个地方有进去 如果有一个这样超大超大 如果有那个白板 有稍微给一个月脉 稍微给它弄掉 所以这看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真菌性的 一个病害 就是说你这应该不是 这种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说的这个元气 这不是 如果是他在那个上边 都在这个条件 这应该是和这个有关 得手 得手和这个陆菌病 漏睡 有的说漏睡不是在辣的时钟 算是辣的时钟 没人跟你说 它是辣的时钟 对 是说它在辣的时钟 这个陆菌病 它是最容易发电 但是只要吸气到重的时钟 它还是会 所以这种在这个条件 它有稍微对着 那这种一般来说 就是说 它是和这个陆菌 这有一个关系 还是说 在这个神智 有时候 在我们在说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条件 这条件 对着的这种 这条件 都是和这个陆菌 有一个关系 还是疫病 这类的这个 这种 就是说你 因为水辣的 它吸热 吸热 所以这个 它这些 这条件的 这条件 就是陆菌病 还是疫病 这个就 较容易 较容易来解释 这个发生 这个发生出来 所以 菌呢 比较 较容易 为这个地方 来给它 这个侵入 尤其 这个疫病 的这种 这个病菌 这特别 特别容易 为这个 困境 这个地方 它来给它 它来给它 来给它 启 吸热 所以 这很多 我们看到 是这种 的 这种情形 那么 在这个 黑菌病 黑菌病 通常是 较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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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较 较较较 它通常 就是说 它有一个 这个黑菌病 这个黑菌病 它 你会看到 它有这样 三角三角 这个 会产生 有一点 稍微三角 三角三角 这种 这种 这个情形 所以 这种 就是我们 在说 这一般来说 就是较较较较 来跟他三星 一个 这个 较较较较 较较较较 较较较 这叫做黑菌病 较较较 较较较 这种 这种情形 它有一个 三角形 都在 较较较较 较较较 较较较较 较较较 较较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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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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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 它那种 在我们的 这个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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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比較細長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會看到這個超大超大 但是這個超大超大 你若是這個黑乎乳超大超大 應該是 他超大的 的地方 更加熱的地方 你會看到他有一點紅紅 他的 他的白斑頭前 會有一點紅紅 這是我們在判斷這個黑乎乳 和這個疫病 或是陸菌病 最大的這個 這個在看的方式 就是說 你若看到他的那個效果 一般是 是比較尖尾的那個地方 比較容易得到 現在在說的是黑乎乳 黑乎乳乳在尖尾的那個地方 才容易看到 效果也會 但是效果看到的時候 他那個白斑的這個地方 超大超大 去煙去 他的超大更加熱 和正常的肉的那個地方 會有一個 稍微有一個紅紅那種 所以我們在看 要有那個地方 這種黃色的這個 黃雲 這種的 來幫他做一個判斷 你若是說 是這個疫病 或是說這個陸菌病 落睡的 那個就超大氣 超大氣 你就看不出來 有那種的這個情形 所以這應該 他目前你這傳奇的 這種呢 是一個這個真菌性的這個病害 真菌性的這個病害 這真菌性的這個病害呢 他當然呢 我們就要用這個真菌性的 一個精菌性的這個油 真菌性的這個用藥 這個用藥呢 我們就是大概這個真菌 這類就是落睡的這個這個油 你大概呢 落菌病的這個油來應 基本上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呢這個大概是 但是有時候 我們在用這個油來的時候呢 都通常都會給他加一點點什麼 加一點點這個這個 重量還是控制 有時候 在橫林你說很單純 都只有疫病 還是說很單純這個黑腐病 這個機會很少 對通常是都做回來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說在這個方便 但是你這個最主要目前看起來 是這個疫病跟這個 啊 這種 落菌這類的一個 這個真菌性的這個病害 所以在用藥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啊 最好是加一點點的這個 控性所病 說保利美術啦 還是說我們會加一點點的 這種加勢酮 因為 嗯 就是這個 疫病 他中了之後 他就是一個空水 細菌也有可能會有那麼暖氣 有可能對後邊的細菌性的 有一個斑點檳 還比較拖 比較好邊的 就比較容易到這個黑腐病 那這個黑腐病要到什麼時候呢 啊 天氣轉涼的時候 黑腐病就不去了 他根本呢 啊 那個病就 就壓不起來了 不說不去 就是說他的危害就變很小 所以 啊 一般來說這個黑腐病 在 啊 我們差不多要到 立東以後 12月 以後過年 啊 就比較容易去看得到 所以在台灣來看起來 啊 大概就是說 比較溫暖潮濕的一個這個這個天氣 啊 就很容易來 對這個 這個這個黑腐病 啊 目前 目前 就是說 在這個黑腐病一個這個 啊 最主要 就是說 這塊地 如果是 比如說你都12回科一直蒸 這個黑腐病比較嚴重 因為 有可能在途中裡面的一個存在 但是 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這個團點的來源 就是種子代菌 但是現在這個經濟都處理得比較好 所以 一般來說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的 在那 啊 這讓你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 這如果是途中裡面 啊 有這種困 這有當時的長 還是說種子代菌 那小長起來的時候 那兩片栽 那一片栽 那一片栽 那兩片栽 就三角 連一片栽 你就看得到三角 啊 那種北斑很明顯 啊 我們說到就是說 要判斷是不是這個黑腐病 啊 最重要就是說 他那個北斑的前緣 喔 北斑的前緣 喔 那個地方呢 會看得到黃黃 你如果沒有看得到黃黃的 那一般我們是比較難去跟他 啊 認定說是這個 啊 比較沒有辦法去跟他斷定說 啊 他是不是這種這個黑腐病 啊 雖然我們第一類就行白毒 但是 在用那個時候 都會稍微來注意一下 這台給大家 給朋友稍微做一下了解 嗯